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温國志 溫師傅 今天來到有產銷履歷的小黃瓜 我們要來做泡菜 要來跟你買這個小黃瓜 你先吃吃看 好 我們先試吃一下這小黃瓜 不脆 非常脆 而且它的這個紮實感還有甜度都有 水分非常多汁 其實我們的小黃瓜 是產銷履歷的小黃瓜 層層農藥的把關 土壤肥料用最高級的有機肥料 為什麼要栽種在這個溫室裡面 因為小黃瓜外面很容易生病 拿進到溫室裡面來 給它吃好 住好 穿好 它就會很好吃 我們是靠過肥份的管理 精準化的施肥 我們是靠滴管系統 定時定量的給肥 所以它的瓜呈現出來的 它的剖面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口感非常好 這個東西是精準化施肥的成果 而且有產銷履歷層層把關 是非常好的一個農產品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瓜瓜樂蔬果園 瓜瓜樂蔬果園小黃瓜 讚啦 站在我旁邊的是我們產性包孤的負責管理員 大家好 我這邊要介紹的是我們的產銷履歷的杏鮑菇 那產銷履歷的杏鮑菇跟一般的杏鮑菇有什麼不一樣呢 產銷履歷它是可以溯源的 不管你在這個農作物的生長過程中 加了什麼農藥 化學肥料 它都必須要如實的增入 我們才可以保證 我們這個追溯系統是真的有做到的 如果還沒有熟成的話 它基本上整個就是土黃色這樣 整個熟成差不多之後 放到我們的刺激室裡面去做刺激 那刺激了之後呢 大概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 它就會長成像這樣子的菇 那像這樣子的菇就可以採收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去做分級 分級的話 我們就是分成ABCD4 各種不同的等級 ABCD4個等級 像我們這邊這一個 它就是C級的 這上面呢 就是有我們的產銷履歷的標籤 那我們要來用這個杏鮑菇 來做我們美味的泡菜囉 我們今天要來有產銷履歷的紅蘿蔔田 我們要來買紅蘿蔔做泡菜 那我們知道你種這個紅蘿蔔 非常非常厲害 跟我們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個紅蘿蔔田的產銷履歷 是怎麼一回事 產銷履歷的胡蘿蔔 驗證到土壤跟水質的部分 做最後整個生產管理的紀錄 所以產銷履歷也可以做登錄之後 作員掃QRCO 紅蘿蔔有身分證這樣 很透明很清楚的知道生產的結果 包含我們最後採收前的前七天 會送毒事所去檢驗 是 把它檢驗出來是 全部是合格的才有做成 小包裝去做銷售 有做產銷履歷就可以讓消費者知道 這個是種在哪裡 哪一個農民種的 有通過什麼驗證 通過什麼檢驗 這個才是農產品最重要的價值 國產的產銷履歷的胡蘿蔔 跟國產的農產品 是最安全又最健康的部分 有哪一個比例 就是皇冠履歷的報告 有兩位於末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